好恐怕也会有一些纷争出现 这是行政院长江一华隔了一个院 再度回到立院接受备巡 只不过这回江奎可以说是火力全开 他针对318是谁下令要驱离的 江一华还原当天的状况 他强调当天晚上11点 他有打电话给王院长 和王金平确认过 王金平当时同意警方进入议场 而在一党立委 则对行政院的驱离相当不满 要江一华给一个交代